換水的問題 魚缸設備眾多不易管理 及魚類健康的問題 我們團隊有在多年在外海 及養殖場域建制的經驗 我們也導入了相關人工智慧的技術 包含我們在水下混濁影像的時候 我們可以讓我們一按的模型 更差別到我們要的魚汁 可以更清楚的辨識 及魚汁搶食的辨識 及魚汁的一些深藏及魚汁活動力 這是我們一些人工智慧的技術 還有我們預計就是 我們要把我們的外海及養殖場域的相關模組 把它微小化、模組化及操作容易 維護簡單的方式 提供給土石衣的一些觀賞魚的市場 還有我們主要開發的有四個方向 就是包含智慧的養殖模組 監控平台、智慧的更進階的智慧養殖模組 及人工智慧的技術 旁邊是我們大概的施異的圖片 接下來是我們的開發的時程 包含我們在前期 我們會將我們的水質平台 及影像的平台開發 水質及影像的平台導入開發 及控制的系統及頭額的系統 我們會開發完畢 我們也會開發監測的平台 主要是在做一些水質可視化 及異常的提醒 未來我們也會開發更進階的 養殖的一些模組 主要是低利能系統 它主要是去投一些水中的微量元素 可以讓這個魚缸更加的穩定 及一些投藥的系統 最終我們會將我們的人工智慧 導入到我們的魚缸當中 以下是我們的鏡米分析 我們跟別人最大的差異 主要就是在以下 因為我們可以更清楚的去 用我們的人工智慧去辨識我們這個魚資 還有我們跟其他的另外一個差異 就是我們有導入更多元的話的AI 我們前期的目標會降低 就是透過AI應用去降低魚資的支持率 以及降低頭額的一些量 還能延長它的換水周期 還有我們跟其他的去控制 可能周邊的地圖一些燈 或是過濾的方式 我們跟別人其他不一樣 他們可能是定時定時的去控制 我們未來會用我們AI去training 讓它可以更smart的去控制 它我們的操作的方式也更加的多元 別人都是為APP的操作 我們未來也會導入一些LINE的聊天機器人 以及Google語音 我們可以拿手機直接跟它語音 就是直接向語音的指令 它就可以更及時的去控制我們相關的魚缸 以下是我們的一些專利 它現在主要是在一些外海及一些養殖場域 我們未來也會往智慧魚缸這些方面進行佈局 還有我們前期我們會開始鎖定在這種新手的一些市場 就是因為我們要收集更多的data 更多的資料 我們要去training我們的一些model 還有我們前期會做幾大的功能 就是做一些魚缸的異常的通知 遠端的即時控制 及魚缸的素質的可視化 未來我們會將鎖定更高單價的魚種 的一些飼養業者 它可以透過我們AI更smart的去操控它的一些 魚缸的一些周邊的電路 及它的魚類的健康 以及養殖的一些建議系統 就是如專家的系統 這是我們前期的商業的規劃 就是我們會去處2C的市場 我們會將我們的模組 給水族業者進行寄售 最後給使用者 我們會有兩大的收入 一個就是在硬體的銷售的收入 我們也會有在感測器維護 以及AI的月珠 這是我們最後最終的可能更多的incar 對不起,那個語音機器人的風格 所以你是說裝了這個之後 熱帶雨就會跟我講話 沒有,就是我們可以用 還是魚缸就會跟我講話 我們就是我們手機用魚音去控制這個魚缸 的一些周邊 所以魚缸會跟我講話 有點像是可以這樣 就是它可以問它水溫 我可以照魚缸做什麼 就是可能我們前期會問它一些水溫值 或是可能要控制一些燈具 我們可以用語音的去控制 這個意義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更多元的去操作它的建築 我可以說具體上面 你們有跟智慧魚缸使用者討論過說 他一回家就會對著魚缸講話嗎? 這個部分我們跟台灣更跟 可能比如說魚缸環境 如果我接到魚缸的時候 我可以跟它對話 可以控制它 因為通常這種生活 像你說的對話機器人 就是有道理 因為你的機器會受到一個通訊的提示 那你看到這個提示 也許你有兩三個對稱可以做 那你想要看更多的資訊 他給你一個畫面 或怎麼樣 這些都非常適合 但是因為語音沒有辦法承載這麼多訊息 對 但是我不確定 因為語音通常是有一種 有人陪伴 有安心的感覺 等等 就是它是一個情感寄託 對 那就是為什麼大部分 只會影響一起放音 作為主要的東西 那 因為我以前在 就是蘋果做了六年的Series 所以 我不是很確定說 就是這個場景 就是具體上來講 你要把什麼東西捏人化 是 這部分我們會再去第一 對 OK 面目前期是想說 它操作更加的多元 對 我的多元的意思是說 使用者要付出認知成本 去選新的操作方式 那它要值得這個新的認知成本 它就必須要換的一些什麼東西 你可以換簡單的陪伴 可以換社會型 寶可夢狗什麼 或者是可以換這個 很多別的啦 但是就是說 如果現在只是說 那你本來是用Line的 你可以按兩下這個 你就可以 就是直接去控制 你的水溫 或者跟它互動 那為什麼我現在要 學一套特別的講法說 請你把水溫往上調一點 就是因為 你不可能是做到 完全全部的寓意底界 所以就是必定 必定是有一些特定的指定 才能夠用寓意做 所以對使用者來講 他等於要學一套新的詞彙 那他學這套新的詞彙的成本 他其實用Line 早就已經操作 不知道多少次 對話機器人了 所以就是說 語音有什麼 非得用語音 不能用對話機器人做的東西 你才會跑到語音來這邊做 那通常就是情感的陪伴 但是除非說 你可以真的把一隻熱帶雲泥人畫 讓他每天陪你聊天 這個時候語音機器人有道理 那在這個時候 那個場景要再補一下 再怎麼去思考 接下來我們也會有一些 Edge Computing的一些合作 是在跟建設機影響 會加入我們更多的一些 原本在雲端的一些運算 把他加到Cloud 就是搬到Edge Computing這邊運算 我們也有多年在這個 硬體的銷售經驗的補兵特公司 他會幫我們進行一些銷售的一些付款 你到底全部都可以給人算嗎 你到底運算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是在雲端的運算 我們現在要把他慢慢的往邊緣這邊去 把他可以更多運算 因為我們原本只是在進行收集的平台而已 對 他還要我們全部送回雲端去運算 我們現在是跟建設機影響 我們現在是跟建設機影響 我們在合作 就是我們將雲端的一些 AI的model 讓他慢慢的搬入Edge Computing那邊進行計算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碰到什麼困難嗎 因為聽起來 你這些factor很少 所以應該是全部都可以用端來算 對 我們現在是慢慢的往端這邊進行 有什麼東西你想要留在雲上 這個通常是 要嘛是你的什麼商業機密 什麼之類的 所以你不想要放到端去運算 那又或者是說 他需要的運算量很大 你需要一大堆GPU 你不可能把那些東西放到你的端上面 但目前我看起來 就是不管是誰之間的即時影響 他最後就是異常提醒 或數量變適 這些都是以Compute Vision來講 是一個相對小的一個節省空間 所以就是感覺上 我不確定為什麼你要慢慢的 等到端上 就是到底有什麼東西 不能直接放到端上 是 就可能像那個 你現在慢慢最後到的那個 比如說 在控制 梁兒林的生產 控制他的行為 這樣 這兩分的數量都蠻大的 而且我們不需要 整個數量進來 可以用刀全 適當的 每次用你來端Extract Feature Extract Feature Extract Feature 傳到雲上 所以雲線號 我一直以為是說 他是走WiFi 還是他是走別的一些模式 其實主要是 魚缸我們是走WiFi 對啊 因為魚缸它是固定的地方 它一定有WiFi 因為我們原本主要是在 外海的一些樣子 的一些場域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電量的需求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是把那些 外海的養殖場域 及我們養殖場域的一些東西 微小化 讓它更模組化的 去給使用者 生活 所以我們最近才開始 我們這一塊的導入 了解 對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家裡 它的那個量 比其外海的小很多 是 你就算是用我們 像Nusear監測 什麼之類的 它可能就一兩個RGB Cam 而已 那這個時候其實 在斷這邊 它就是 對 還好 感覺上 我們不是 因為以前我們在外海 會有一些包吻的限制 那當然 那一定 所以我們最近才開始 我們這一塊的導入 OK 這樣比較聽得懂 我們確定有一個場景攪拌 對 如果你是從一開始就做 這個home appliance 我們在想說 要做這麼多的東西 OK 那請 還有我們的團隊 是由海大碩博士生所組成 Hello 我是博士生 亮恩祥 還有我們也有 堅長的指導老師 及顧問團隊 就是包含電競的專家 張忠誠教授 他是在多年的一些 系統整合的經驗 也是科技不AI 養殖計畫的主持人 還有我們養殖的專家 是徐德華教授 是在轉老實說 幫我們做一些隨餐養殖的培育 及商業營運專家 是黃澤越經理 還有我們是由科技不AI 就是養殖計畫所衍生的技術 就是我們經常的顧問團隊 還有我們 科技不AI計畫 也得到去年的 2019未來科技突破獎 及國家新創獎 還有我們也有小門的一些參展 還有我們的熱帶與智慧養殖目標 發展智慧養於科技便利 高存活率 其手有趣 以上是我的報告 很棒 謝謝 剛才師妹 我想要錄成我的證明 是 有什麼可以討論 來這邊 我可以按摩 我可以按摩 第一個工業局有一個自然檢測 這兩個 你們有學界出過嗎 OK 他們是好像說 你自負 你算哪一類啊 反正就是他們按照分類的不同 就是有些自負一萬 然後政府補助八萬 有些是自負兩萬 然後整個補助十萬 等等 反正就找資安檢測 診斷服務 大概就可以找得到 這個是每個產業服務團 他們的工作 這個是還蠻 穩定點的 就是工業院 聯繫 他們這些朋友 去把工業斷 那個需求班 媒合起來 這個應該是什麼問題 OK 你怎麼需要來的視頻 當不是有找花樣嗎 對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自己去開發一些 device 所以我們要過一些小小時NCC的驗證 我們才能進行銷售 還在過一些NCC的驗證的時候 它的整個驗證的費用也是 金額是蠻高的 所以我意思是說 你有什麼不做很標準的什麼 我不知道BLE之類的 是是 那些東西 你自己要開發是兵器材的 不不 我們要把它整合一個電路 就是把它說 可能有些需要 例如說我們自己開發的這個板子 還有部分要做這些RF的認證 是嗎 到底是哪一個履本書 你要做的那種 因為我們其實可能 這一個好像說到 因為我們開始是做外牌子 在家裡都做Wi-Fi 為什麼不是要先練一練就好 其實說到你一槓 那當然這個長期也沒有完全一樣 那在我們到時 會有這個想法 只要是我們 我們其實這陣子有跟日本在沖繩 對 有合作 我們那個IoT這個系統 也要到他們那個場面去測試 然後他就提供 提供很多問題 通訊 對 他們自來都選擇 所以我們正在想說 怎麼去出這個書 正在能力 所以我們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 這個當然可以問我們CC 但是他一定第一個就問你說 就是為什麼你需要攝拼 那如果你剛剛是在家裡的那個場景的話 我現在還想不出 到底為什麼需要自己的攝拼 因為如果是魚缸的話 很上不需要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技術 還是放在線網 那是在外 所以就會見到這個需求 對 但是我的意思說 那為什麼你不能用off the shelf 為什麼你要自己開發那些器材 就是說目前的off the shelf的器材 對你們有什麼不便或者不利之處 以至於說你要自己弄個自己的攝拼 其實我們現在其實也是有找廠商在談 其實應該不是完全自己 就還是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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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那當然廠商也有認證 他也有認證 那off the shelf 那off the shelf 可能早就拿到認證 對 但是我們發現問題就是說 台灣這裡的一些認證 日本的不太一樣 那這樣是 我們當時其實 當然這魚缸這個 當然國內先做 其實我們也想到我們客戶到國外 對 當時香港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希望我們客戶換東西 目標的東西 魚缸其實也可以 那那時候 那時候想說 日本這個有很多問題 農業它問題更多 對 因為它很多國家 那我們跟馬來西亞也在談得不錯 所以我們就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各國好像都可以 好 好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說 標檢局應該有 就是跟國際的朋友 都有一些合作 所以就是 因為我們對內 如果你要測社評 那是NCC的工作 但是 你如果理解NCC 沒有在做太多 那幫其他國家 測RF社評的業務 這個比較少一點 那也不是說完全沒有 那但是就是 因為這個就牽涉到 比較是說 人家那邊的國際標準 或他們任何的協議室 那視頻你可以送去一個實驗室 就演大家都可以 就是了解的部分 但這個 因為我還是不確定說 你具體要用到 在相網裡面 怎麼樣的RF社評技術 那所以它按照它的 frequency不同 有些是 就是跨國所有人 都可以自己亂用 我們那些頻段 那有一些在每一個國家 它也許這個國家 是民間使用 那個國家 它已經保留起來了 等等 所以說這個沒有辦法 一概而論 對那所以 我不確定說 而且這個場景 也跟魚缸 有點遠 所以我是在想說 是不是我們先把魚缸 這邊先做出來 然後相網裡面 如果你有一個很明確 就是說你要對這三個國家 你要用這個frequency bed 而且又沒有 off the shell solution 所以台灣的這個廠商 想要藉機去證明 給這三個國家看 那這個時候 說不定就已經 除了表現去抓 說你國貿局都有興趣 因為這個對 就是台商 賣新的技術出去有利 這樣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看到 這個技術的很具體的說明 所以其實我也不知道 請來問 RF是兩次 真的太大了 那大家看有沒有什麼 想說 另外像我們當 我們當時 想到這個浴缸 在你弄的時候 當然 剛才我們是在試驗 當然對 會有很多浴缸 表示我們推了一歲 我們希望可能跟一些 一些那個 中脈商人 我們要怎麼推進去 那這量這麼大的時候 我們用到 我們用到這個 銀銀鏡頭 用到鱗鱗鱗鱗鱗鱗 那會有很多浴缸 對啊 那少的話當然簡單 但是多了的話 其實 銀端鱗鱗鱗 就很重要 對 你就全部丟到鱗鱗鱗鱗 對 那我們像假設我們創業的時候 那 這分鱗鱗是很大的成分 當然更用主的人 我現在也有創建區 我們其他也更用主的人 如果是很明顯 那或者ほど把 department 當上鱗鱗鱗鱗鱗鱗 Cum 只是少數的時候下載一些控制指令箱 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是對我家裡的WiFi平坦最好的一個用法 而且家中的WiFi平坦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像我們現在在推延買出的電錶一樣 它常常斷了 就是它稍微設定一下就會斷 或者是有的時候它調點也會斷 或它就各種情況都會斷 但是斷的時候當然對大門配線人不同不一樣 因為我不用手機熱點分享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這個魚缸不能馬上回來我的手機熱點分享 那你的魚缸又沒有connectivity可以 所以就是說我還是建議說盡量把這個做端運算 我聽起來你們這一整套這個margin已經很高 你是可以afford稍微好一點點的 因為你並不是要重新訓練模特兒 你只是執行一個模特兒嘛 所以其實這比較像Fed-rated Learning 就是說你有一些insight 你有事沒事有WiFi connection的時候 往上丟一點點 那以前這邊有一個新的model 或是一些新的feature的時候 那它一次ranking共性到所有的魚缸 那但是絕大部分的時候 可能一個月裡面二十五點以上 這個魚缸不太需要我的魚缸同學 那加上你的計算成本也降下來了 那因為它有試電嘛 你為什麼不用它的電費呢 我想用自己的電費去幫人家圖門 對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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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